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熱鬧更看門道 本集由佳哥帶回播報 腳本人由小哥精心把關 大家都看過 李安導演的 雙子殺手這部電影嗎 這是一部由最近 因奧斯卡甩巴掌事件 一度造成討論的 影帝威爾史密斯主演 內容講述一位中年退休的殺手 卻有天遇見年輕一輪的自己 企圖刺殺他 因而展開一連串的解謎與調查 然而真實版的雙子殺手 卻曾在大聯盟賽場上演 2020年10月17號 國聯冠軍戰的第五戰六局上 在兩人出局一二雷友人的情況下 從稻奇對自家農場系統 培養出來的新辛苦手 威爾史密斯上場打擊 令人驚訝的是 投手球上站著的投手 同樣也叫威爾史密斯 這也是大聯盟史無前例 同名同姓的選手投打對決 兩人一路纏鬥到 兩好三壞的滿球術 最終由年輕的稻奇威爾史密斯 敲出一棒逆轉的三分砲收尾 看來這場對決 從一開始就注定 由威爾史密斯笑到最後 然而這樣的巧合 也引起同名的影帝 威爾史密斯的注意 也在同年世界大賽之後 邀請隨隊奪冠的威爾史密斯 上了Where From Home節目 一開始影帝威爾史密斯 也對捕手威爾史密斯 開了一個小玩笑 在他字幕的人物卡上標示著 稻奇對捕手威爾史密斯 AKA另一個威爾史密斯 並和線上來賓玩起 你選哪個威爾史密斯的遊戲 如果殭屍來襲 你會選哪個威爾史密斯來保護你 顯然也是回應了影帝 早期主演過的電影《我是傳奇》 小來賓的眼睛畢竟是雪亮的 選擇了身材壯碩 棒球員的稻奇隊 威爾史密斯來保護他 回到影片一開始提到的 奧斯卡巴掌事件 2022年3月28號 奧斯卡第94屆頒獎典禮上 出現了史上第一次的肢體暴力衝突 在頒獎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時 頒獎人克里斯洛克 被氣憤的威爾史密斯 呼了一巴掌 回到座位後 還開始大罵克里斯洛克 當時整個頒獎現場都驚呆了 鴨雀無聲 原來克里斯洛克 這位57歲美國知名諧星語主持人 一向喜歡在台上拿名人師4開玩笑 這回開到威爾史密斯的妻子 傑達平濟的身上 笑稱他此次的光頭造型 就像另一位影星戴咪摩爾 當年演出電影《魔鬼女大兵》中的光頭造型 這個地獄梗恰巧戳中了 威爾史密斯夫妻的心動觸 原來傑達長期因罹患脫髮症而苦 此次也是他再三猶豫 才以光頭的形象呈現在紅毯 然而更戲劇化的是 威爾史密斯憑著新片《王者查理》 奪得期待多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獎項 並在支持獲獎感言的同時 與眾人道歉 強調自己只是一名為了保護家人的兇猛捍衛者 典禮後 奧斯卡主辦的美國影藝學院 顯然不為這個說辭買單 影藝學院隨即發布推特表示 學院不會饒恕任何形式的暴力 讓我們觀察一下事件的後續效應 許多粉絲大力的支持威爾史密斯認為他做了保護家人名譽的動作 也對於言語暴力或脫口秀地獄梗的尺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當然這也不是主事者克里斯洛克第一次拿傑達開玩笑 早在2016年傑達因抗議奧斯卡評選的組成成員過於單一 而抵制奧斯卡時 時任奧斯卡主持人的克里斯洛克 就承算傑達是演電視劇的 而沒有資格參加電影盛會的奧斯卡 更細虐地說到 傑達抵制奧斯卡就像我抵制雷哈娜的內褲一樣 暗示傑達根本沒被邀請 亦有人站在美式脫口秀的立場 認為以美國喜劇的環境而言 克里斯洛克的地獄梗放在之中並不嚴重 更強調喜劇言論尺度的寬鬆 有助於脫口秀演員在創作精神上的蓬勃發展 其中也指出克里斯敢開玩笑 就要為自己的玩笑負責 但地獄梗也作為脫口秀的重要核心 在評判尺度上拿捏著實不義 然而威爾史密斯很快就為他的肢體暴力付出了代價 於4月1號宣告放棄美國影藝學院匯集 這意味著他將失去投票選出未來奧斯卡得獎組的權利 英國太陽報也指出原本Apple TV和Netflix 都在爭奪製作威爾史密斯傳記片的版權 但因為國長事件而卻步 如果觀眾覺得這次威爾史密斯的聯想有點離題 再為您補充一個棒球人知識 盜擊隊捕手威爾史密斯的生日 正巧是這次奧斯卡事件發生的3月28日 看來這個名字真的與這個日子有著不解之緣啊